11月6日,据港媒报道,香港移动价值6,350万港币的豪宅被卖出,原业主名字为林乐仪,应该是已故作家金庸的第三任妻子。 早在2007年,林乐仪以2,300万港币购入这套房子,持有14年,近赚4,050万港币。 据悉,林乐仪三个月两次卖房,已套现1.41港币。 2018年金庸去世,作为一代武侠小说作家,他的小说1992年已经发行超过1亿册。 凭借12亿港币在香港富翁排行榜上排名第64位,虽然1972年封闭,但是每年都可以获得高额的版权费。 金庸一共有三任妻子,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三年,第二段婚姻维持23年,对方剩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。 第二任妻子朱梅陪她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,但是金庸遇到林乐仪以后还是选择离婚。 朱梅要求下一任妻子必须绝育,23岁的林乐仪答应这个要求。 此后多年,金庸无论参加活动还是讲学都会带着林乐仪出场。 她几乎陪伴金庸度过人生的后半段,如今成为千万富翁也不奇怪咯。